佛妻是让大家精进念佛与阿弥陀佛相应 好好的把握姻缘 发愿往生净土 一心不乱 念念与佛陀相应 佛妻就是在转世成智 把第七世转成平等性智 无论男众 女众 人人都有佛性 人人都可以成佛 佛法力讲求平等 施力主点的平等 虽然人人都可以成佛 如果不去努力 一样还是凡夫 不一定说我们坐在禅堂里面才叫着禅定 我们有时候走的念佛 寻佛 那么也可以达到一心不乱 也可以见佛 所以就是佛妥叫我们一定要七天以上 所以有的地方是打七天 有的地方是打四十九天 这个就是佛妻的由来 因为要受心 所以要打这么久 处在末法时代的现代人 大家都烦躁不安 要以念佛三昧为依规 把佛号念得一心不乱 其实三藏十二部经典都在一句阿弥陀佛 三千位移八万细行也都在一句阿弥陀佛 能够放假自己就不会生起贪嗔痴 十方新闻贵文许建议 屏东采访报道